由任素希 刘敏濤等人主演的 悬疑题材影片《回廊亭》正在上映 影片凭借强大的IP效应和演员阵容 收获了不少的关注度 日前 影片的导演莱姆宽 接受我们栏目的采访 分享了创作这部影片的幕后花絮 哈喽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导演莱姆宽 电影《回廊亭》根据东野规舞的原著想说 《回廊亭杀人事件》改编 围绕发生在回廊亭的一场 蓄意谋杀展开 讲述了一个为爱复仇的故事 了解这次把《东野规舞》的小说 搬上中国大荧幕 导演莱姆宽显得信心十足 我觉得这个小说给我很大空间 因为这个小说在国内 引进出版或知名度 并没有它其他的那些知名作品高 我把它的主要人物 和它主要情感保留下来的同时 我可以进行合理化的改编 第二点 我觉得我们会根据我们所选的演员 他的特质 以及他所表演的风格 来去进行一个故事的再加工和塑造 所以在片子里边 能感受到演员 他本身把自我的那个魅力 发挥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显现 很有趣 电影《回廊亭》是莱姆宽导演的 首部大荧幕作品 能够邀请到任素希 刘敏涛等一众实力派女演员的加盟 莱姆宽导演觉得剧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电影票房背书的导演 但是我们拿出文本给他们演员阅读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看到里边属于自己想去创作的光芒的东西在里边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的演员 她是会很珍惜的 敏涛姐是一个非常温婉的女性 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种 女性不张扬 但是很独特的中国女性的魅力 在我接触她的时候 我也发现了她另外的一面 就是这种温婉里边 带来的就是内在的非常坚强的一个女性 她特别有能力把这个东西 就是完美的结合在她的表演当中 让观众觉得演戏爆棚 然后就是令人过目不忘 印象深刻 一个眼神就能完全把你摁在这个观众的座椅上 被仇恨意义所指的 是什么 素希跟敏涛姐的外表是完全两个方向 她更像一个比较帅真的大女孩 但是我也发现了在她内心 其实有一颗非常细腻的心灵 我觉得这么好的演员一定要保护 因为其实在片子里边 她也刚刚符合我们这个角色周扬 在一开始的人设 就是目的性比较强的一个律师 进入到的我们的片子里边 但你走着走着 你发现她完全领出了一个新的节奏 就是一个情感的节奏 是她把自己的内心的那个力量 和内心的特质和角色融为一体 所以这两个演员刚好是一阴一阳 相辅相成 相互成就 是不是有杀人 杀人了吧你们 不扯 任素希和刘敏涛双女主对峙 惊艳了不少影迷 眼下《回廊亭》也正在热映 导演莱木宽希望通过 任素希和刘敏涛演绎的《回廊亭》 能让更多女性收获力量 这部影片的那个主题是《为爱复仇》 我想去传达的其实是让一个女人 通过《为爱复仇》的一件事情 找到跟自己的和解 或者说让自己心中的爱找到一个归处 就是让爱安放 好多的观众都说 哎呀 我们女性要自立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那个表达 我觉得女性自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现代的话题 我更想让女性找到 对自我的认同的同时 让把她们的爱能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 如果没有光 没关系 我便是自己的光